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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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稍微回應一下為什麼剛剛對於60歲的樣子 其實不是對於60歲以上的人猛不滿意 而是因為上個禮拜就被那種60歲以上的很老的政治人物氣到 我所謂要祈禱 因為他就是講到你剛剛所說的那一個 有八卦的味道 對 貴檔 所謂的用福利 用所謂的福利 我給多少人多少錢他們就會選我們的這個觀念 那時候跟他做了一些爭辯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不是說對全部 結果我真的覺得剛剛佳佑講到史明老師 就是有很腦袋清楚的政治前輩 可是也會有那種他覺得我就是給了錢 這些人就會選我的那種 怎麼跟他講都沒有辦法溝通 所以 額外的話 但是這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因為台灣的政治在某個年代 他可能那些津貼是有用的 是真的是有社會爭議的 但是到現在我真的認為那個是爭議 社會爭議已經消失了 而且對於年輕一輩是完全缺乏政治的 那第二個事情其實我一直很想問的事情 其實我剛剛那樣聽我覺得非常重要 尤其是年輕人的參政或是會參與這些政治的訊息 但是台灣我覺得未來很可怕的一個事情是媒體被壟斷的危險 所以當我們希望 像你剛剛講的幾十萬的年輕人 未來有可能有機會參與政治的選擇 但是這些幾十萬的年輕人 他可以透過什麼樣的途徑去得到應該有的訊息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就這樣當然老人家也是啦 不能講老人家應該說 我們看前一陣中國時報就知道有的人還在關心米粉 那雖然香港已經有那麼多人 沒有人還在看米粉 我覺得那些人很可憐 就是他的訊息是非常被broke掉的 那所以其實我想要也問第一個問題是說 那我們如何是假設我們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如何確保這個議題 青年人關係的議題可以被呈現 而且可以充分被討論 被知道訊息 那第二個其實我覺得是城鄉的問題 雖然台灣城鄉的差距是我們希望它多小 但是如果以台灣現在的這種財團政治的做法 城鄉差距會越來越大 那這種城鄉的差異的時候 那我們會不會出現一個狀況是說 在比較資訊缺乏或資源缺乏的地方的年輕人 他就會很困難的把其他更重要的需求給丟出來 這是我兩個問題 謝謝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剛才一開始講很多那個 沒有讓年輕人沒有讓18歲到20歲之間的人 投票是造成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在那些採用 採用18歲有投票權的國家裡面是已經被解決的 換言之要說 你鋪陳的問題然後提出藥方 這個藥方是不是對這個症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我有一個比較廉則性的困惑 比如說 等一下 你不用記齁 這邊有一個都不知道 比如說 這會有什麼問題 你說買賣是 買這個投票權的意思嗎 對 買這一次 買這一次的投票 那是不是會變成監禁的那個問題 所以你會拍賣機構嗎 我的票你要開多少來買 這樣子 我不知道會 那貧窮的人怎麼辦 買不起 財富重分配啊 我的票我要賣給你 你要分我買你要出錢 那我家的錢 那如果我有投票 你說每個人都有投票 零稅就有 零稅就有 反過來 那為什麼會講到這個 因為我的感覺是 你並沒有說服我 為什麼要下課到18歲 我不斷在問 那為什麼不會16歲 你當然可以講說 那是一個中間過程 那修到16歲之後 為什麼不往下課 你修14歲 那這個是我比較原則性的問題 首先我個人是認為說 所謂的民意到底知不知識 投票年齡以及參政的年齡 都下課到18歲 我覺得 就算是多數的民意反對也好 我覺得這是一項人權 不能說因為多數人的反應 多數人反對這件事情 就把這些孩子們的人權 會能夠決定他們未來的這個權利 也剝奪 那其實我們青年佔領政治 主要是比較focus在參政這一部分 那其實之後我們要進行的活動 其實也是跟像台上紅這邊 所做的活動 其實是很類似的 就是當他們參選就是被打回票之後 他們開始要進行上訴 然後上訴之後就是 會看看能不能打到司法院的成績 先把法庭釋憲 那釋憲之後如果 因為現在的大法官其實是還 成員是還滿保守的 那如果真的釋憲也被打回票的話 那我們這邊也是跟台上紅一樣 是要呼籲修憲 另外我個人在上個月的時候 有去參加過我們台灣第一場所舉辦的 模擬憲法法庭 那是在討論多元成家的議題 那他們在這個月也會做出他們 模擬憲法法庭的判決 那所以我有跟我們的共同發行人 提議說 那之後要不要做參政權的視線 那我是想說不知道 台上紅這邊有沒有願意要做這個 先把年齡降到18歲的這個視線的一些做法 好我們先這三個問題 那待會我會再開放第二輪 那第二輪就很簡單 就是說 我希望 因為我剛剛這三位都滿20歲以上 這麼多有這20歲以下 你要講一下你的心聲對不對 不要讓我們這些老人政治把持人 我們先讓政者回應 那待會我們進到第二輪 有一個東西很棒就是靈異的部分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個訊息 就是去年 去年二月的時候 去年二月的時候 兩公約的國家審查 就是大家兩公約 就共民政治權利公約跟經濟社會文化公約 台灣邀請的10個 也有專家來台灣做國際審查 當時的結論意見書裡面有一條就是 如果就是 很多的權利是政府應該賦予人民的 他不能用多數的民意來去當成 構成的要件 他當然他原本的前提是 否都會成家這件事情 可是這件事情也 剛別提醒我們說 當政府不斷用民意 來去說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是有更多的利益點是可以反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思考看看 為什麼這些人的權益會被剝奪 不管是 性少數或者是 18歲的青少年 我想說他們會剝奪 就是因為大多數的人 覺得這些人的權利不重要 所以他們認為你沒有 然後你在交由大多數人的民意來決定 那不就一樣嗎 如果大多數的民意都支持的話 他們就不會這種情況了 所以民意絕對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可是為什麼還是要做 因為他們還是做 就是我們還是得有相對應的東西 而且即使是這樣的東西 還是有 你會看到那個的進步的 而且大多數的人 他還是需要這些東西來安心 因為畢竟 我們真的不是一個 多麼民主人出發的國家 就在我們的學習上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還是 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就是教育群眾的一個方式這樣 然後呢 另外 就是剛剛前面所提的問題 我們會不會被解決 第一個就是 我自己在做個懶得抱的時候 劉威只是 他一開始的用意是 要去提醒你新人 就是讓這一次跟你的關係有感 所以他後面並不一定要解決 全面全局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 在現在有很多的國家 之前看到的一個新聞就是 就是英國那個新聞 他們進到一個高中裡面 英國四個政黨 進入到一個高中裡面 去跟高中生談 他們政黨未來的方向 然後那群高中生 全部都是沒有選票的 明星人 可是他們願意跟未來選民 去溝通 他們包括政黨的方向 包括他們國家的方向 或是下落土化民的想法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算是 如果你下落土化民 也是有解決的一個可能性 就是如果我們的候選人 真的把大家的人民都當成人民的話 他就會去care到大家的聲音 因為大家去想想看 到底那些政治家問候候選人 到學校裡面都在講什麼 或是他到哪些學校去講 他或是會到國小 或到高中去嗎 或者是他當官去的是大學 這個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然後買票所得重分配 因為我認為所得重分配應該是稅制 所以一件應該關注的是稅制改革 然後通過選票去了解 就是通過選票去讓你的 去支持你的立委 去做合理的稅制改革 這才是一個所得重分配 因為如果可以買選票的話 那到底有多少錢可以買得起啊 那現在 裁判不都在做這件事嗎 這個立委 有誰在support他 煙商 酒商 他進去之後 開始推 現在要在網路上賣酒 而且18歲以下的那個門檻 因為在網路上買任何東西 是沒有那個年齡現實很難的 所以有大幅的人 上前一陣子還大幅開了那個會議說 可不可以在網路上賣酒 或者呢 其實上禮拜 我在網路上接到一個電話 某個以兒童為出發的 名字叫有聯盟的非聯盟團體 他說 某個政委 請他打電話來詢問說 你們知不支持派遣法 納入同工 就是很多廠商跟業者 開始做的事情 所以 目前的選擇就是這樣啊 所以比下修到更下面 他們後來跟 他後來跟這些 很多民眾學生買票嗎 當然不會啊 就是 我們的資本真的沒有那些很多 然後另外為什麼是18歲 為什麼是16歲 為什麼是無限下修 我們現在目前再來基礎 就是全英物的平等 它就是一個平等的概念而已 先從這裡開始談起 那個 像 估計上的16歲 那就是之後的事 至少我們要平等吧 包括 背學舉學的那個部分 也是接下來 應該要開始談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 暫定18歲是這個原因 那 要不要繼續往下 那是之後的事情 可是如果我們連這一個 門檻都過不了的話 那我想接下來是繼續 很難繼續談的 然後至於釋憲這件事情呢 呃 其實在這幾年來 很多憲法學者有這樣的觀點 他們認為 憲法到底是正向表裂 還是負向表裂 那個意思就是 憲法說 20歲 年滿20歲以下的國民 擁有選舉權 那如果 我在 呃 總統副總統選舉辦理法 跟公職院選舉辦理法 的法律裡面 修 修法 讓18歲的人 有選舉權 這件事你們違憲嗎 有人認為沒有違憲 因為我讓18歲的人 有投票權 並沒有剝奪 20歲以下的人 有投票權 這件事情 所以他沒有違憲 可是有人認為 那個20歲是 就是 是20歲以上才有 20歲以上沒有的 所以呢 丁爽總統委員 不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他就是在做 那個公投 叫做選舉辦理法的修法 不過呢 在立法院目前 大多數的意見 不是整個意見 所以 視線的確是一條可以走的路 不過呢 大家也很怕視線了之後是 就是增加更多的門檻 因為大家對於現在的大法官 非常有信心 一定不會做出我們要的感覺 那就跟之前的那個 自禁區或福茂 有人想提說要視線 就是福茂到底是不是行政命令 是不是不需要經過立法院審查 只要被查就好了 然後大家真的很害怕 視線了之後 他就視行政命令 然後就毀了 就視線非常堵住啦 不過的確有人建議說 那就視線了 反正到不了就這樣嘛 也不會變差啦 就是以直發認同化權來講的話 所以這的確是一條路啦 那我們也有在考慮 要不要 要不要往這條方向做這樣 不過 目前看到一個修憲的契機 所以可能會把多一點的力量 放在修憲這件事情上 因為他畢竟還是 比較醫療有力的事情 對 不過如果 之前我們在天秘 李星光玉書談到那個 那個 模擬學院法庭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 就是 今天在這次有要寫合作的話 你是很願意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更多人一起來討論的 因為 得讓這件事情 那大家討論到底那個真 就是真意點在哪裡 不過也有人說啦 多維成家這一點比較大 18年投票這一點其實很小 所以他很難創造出火花 就是 我不知道耶 就有這種觀點 那至於媒體的部分 我應該說慶幸 現在大部分16到18歲的年輕人 不太 太主流媒體 所以 主流媒體不報 好像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就是 我想至少現場所有人都會誤以為 我們現在的 就是 我們現在的那個 朋友裡面 大部分的人都關心 就是讚中 沒有關心直考 就是 你的Facebook 可能會讓你這種錯覺 就是怎麼好像大家自己連來 都在關心任何的社會議題 然後每個人都會轉發 可是 當你離開了電腦 走到旁邊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平行世界 其實在台北 你只要離開了 離開了立法院周邊 到新店去 如果坐在新店 那就是一個平行世界啦 所以 我們很難去 要 大家要報什麼 可是至少有很多的 非主流媒體 獨立媒體 開始關注這件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親信 就是 目前大部分的媒體 對於青少人投票 這是非常有失去的 所以 他有可能會引起一些關注啦 讓我們大家的情況 如果我們也可以 因為加速上一些政論節目 來談談這件事情 那也是不錯的啦 所以如果有人 有就是牽線的管道 我們也可以 我們就可以去談啊 或甚至是 我們也想過說 我們來辦一場政策選舉 我們就來辦 那個啊 就是 政見辯論啊 然後由青少人來提問 然後邀請他們來參加 如果他們不來參加 我們就找人辦啊 可是 也許有人會來參加 因為這些人 就是 如果他是新任選的話 他如果要連任 真的要靠這些人 他也許會重視 也許啊 不知道 不過今年是我們第一次試試看 所以現在沒有讀 因為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只要掰上去去 其實還蠻貴的 所以 如果未來可以有持續的 更重要的這件事情 也許 未來其他的 比較其他的現實 也許我們可以開始做這件事情 那或者甚至是 一個資源的部分 我們很難以為 他只會讓所有人 由下而上的 全部都覺醒 可是 最重要的是 讓 至少我們這一群人 如果開始願意改變 開始回去 像你的同學 至少我們這邊要有 大甲高中的啊 就是 不是全部都 欸 為什麼那麼多財總理中嗎 他都沒有重視 重視 就是 好 我了解 所以 這是我們需要去努力的 怎麼去想同產 所以 也許當任務問題 大家這第二輪的算力 也可以回饋 因為你應該有什麼想法 你先給我回答到吧 OK 好 謝謝大家 好 這是第一輪 那其實 雖然我不應該講太多話 那 其實我剛剛 對於那個 這個 投票權可以買賣這部分 我是很有興趣 那我提一些我的觀點 就是說 假設我們從零稅一出生 你就有投票權 這件事情 那可以買賣這部分 對我來講 我覺得它還是危險的 也就是說 我們雖然 預設說 這個你可以 好像疑似 類似說 你可以把它翻轉到這個 這個 把這個世代的 這個貧富之間 可以做一個 貧富可以做一個翻轉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 連投票權力 因為我們在講 因為我覺得說 投票權 它是一種權力 是Rise的概念 就是說 權力涉及一個買賣的觀念的時候 它會變得危險 也就是說 呃 什麼東西 有什麼東西 是不能買的 我問你一個最簡單 台灣賣不賣 如果今天一樣啊 那就要來公投 那我們就是 我們大家都說台灣前途 由台灣人決定 台灣賣不賣這件事情 因為你投票權可以賣 那勢必 對於 如果說一個 我在想說 如果有一個比較 更龐大的一個集團 中國因素也好 財團因素也好 當這些不同的因素 夾達在裡面的時候 我們也不要賣 有這個權力 賣了之後 我們每個月 戶頭都可以多六萬 對 不用說每個月多六萬塊 就是每一個人 都先發一千萬台幣這樣 我看你背後 我相信很多人 他可能是 這是很難抉擇的事情 我覺得 這是在政治哲學上 有更深入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 沒有答案 那趕快先進入到第二輪 九點半其實 一定會主持結束 第二輪呢 二十歲以下 你要拿麥克風先講說你幾歲 好 我那個先十七歲 好好好 可以 我先講一下 前面剛剛教練先生講 那個投票權 是否可以買賣那件事情 據我所知啊 這件事情 現在在我國家 在大禮物公選區那邊 某候選人 用兩千塊 那個 那個 他去 他用兩千塊 就把他選民 勾勾勾勾勾勾 這事一定可以上選 聽出來 但是我剛剛 剛剛也有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說 我對十八歲 是否可以投票 我是 以質疑的態度來 那個 來看的 就是因為 我們都知道 那個 人 剛開始是 家族 因素 然後來那個 進行 組成的 組成他那個政治思想 如果 他還沒有經過 進入社會之前 他就已經 那個 擁有投票權 投票權就可以 事關國家所有事情 政治是 有關眾人之事 不過他沒有 他的政治哲學 是脆弱的 而且是 一個集體 集體的脆弱 是一整個 一整個 數十萬人的脆弱 然後來 政治哲學的脆弱 來 進行那個 國家 國家 眾人之事 那麼 是否 那個 是否 是否 我們 可以 可以 允許 18歲 以下 18歲 到20歲 這個區段的人 擁有投票權 因為 基本上 我 那個 我的生長背景 是 我是 基大附中 在補贏 然後 直接 那個 最遠的 不是那個大俠 是 反而是補贏 我就是對的 我就是 葡萊葡萊的 當地 的那個議員 馬王軍 他好像馬上豐滿 以前那個 葡萊政長 那個 葡萊那邊的 政治的那個 氛圍 就是水利會跟農田 然後還有 封廟 還有家長會 兩個 告訴我挑戰 還有那個 黑道 的拍戲 你這樣會還回不去嗎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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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能從香港回來 那拍戲 長 長持 當地的政治 政治 在台中 我相信 除了 那比較都 比較都市 那怎樣 比較都市裡的地方啊 要不然大部分 如果 家庭 會影響 那些18歲 到20歲的人的話 那是 是否 脆弱的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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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問題老師會學 在研究那個 家庭的裡面 那個這個資料 因此我的那種 解決方法就是 先讓政治哲學 學法國 法國政治哲學 法國政治哲學 在學校裡面 是非常成熟的 如果 我們可以 藉由學校力量 改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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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政治哲學 那麼 未來這些 那個 一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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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來 那麼 因此 才能討論 是否改變 台灣的政治環境 也可以 討論這個問題 好 我 那個 叔叔 我叫 他 叔叔稍微幫你翻譯一下 你剛剛講的話 好 就是說 他意思大概是講說 我 以我的理解就是說 你的意思是說 今天如果說 我們不要只當選民 我們都當一個成熟公民 因為我們其實 現在台灣大部分 自動的當選民 你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當一個成熟公民 去理解更多 獨立思考 就比較 比較不用去擔心說 是這個 什麼 是幾歲 年齡上 會不會去限制到 呃 你擔心說 這是投票上 有一個問題 是不是這樣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好 你們兩位 你誰 呃 就是 剛才第一輪 你幾歲要講 我們這一輪是20歲以下 我 我17歲 然後 剛才這輪提問 不是有問到說 就是 他對於 今天倡議說 要下熟到18歲 那職工會不會繼續下熟 然後他有疑問 然後其實 我對於這個衣服 最大的疑問在這邊 就是 但是我看這個議題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 你想到想法是這個 那為什麼 要聽在18歲 就是有可能 他 有可能他是一個 歷經的過程 什麼之類的 就是 就剛才的回答 我還是覺得有點疑惑 就是我覺得 就是今天 我們在 我們國家的政府 還在考慮 他的選民的需求的時候 還是把界限定在說 可能20歲以上 那之前在 一場演講 有提到說 就是關於太陽華水平 那個決策權的 可能會有人批判說他獨裁的 這樣 然後就是還有講到說明著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他有一個界限 就是我們要把 我們要如何把 自我考慮的一些對象 就是有那個界限存在 因為那個普羅大眾的理想狀況 其實不太可能被踏成 然後就是我有點疑惑 就是說 你們今天在推這個運動的時候 然後 是不是也是同時跟 政府在考慮選民的狀況 然後是一樣的 就是把那個界限同時也拼在說 我考慮 十六到二十歲之間 那十六歲以下呢 就是 因為這點上次政府 他考慮選民在二十歲以上 那他不會考慮說 可能十六歲十八歲 或是斷地的年齡 那你們今天在推頂上運動的時候 就是也是同時有這樣的做法 然後再來就是 剛才有回應到說 就是你們之所一定到十八歲 我們的重大原因 就是我們要選民義務平等 然後現在的現行狀況就是說 十六歲和十八歲 他是有一個義務的存在 所以他沒有權利 那我們今天就是用這個 就是你不覺得你剛才 就是這樣子回應他 你感覺像是 因為他今天有一個義務存在 所以我們不要權利 所以有點像是 你在更早之前 就有像說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有義務存在 所以我們才有權利 就是 就是對於剛才的回應 有一些疑惑 這樣 謝謝 來 想到後面 幾歲 我十九歲 我十九歲 就是因為台灣的 迷你真的就是 標高爛蘋果也是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家想要問的就是一個問題 你剛剛說英國 他會主動去關心十八歲 就十八歲以下 你剛剛是說 會滿二十歲還是英國 有四個站長 直接到學校去 十六 對明明就沒有投票權 但他們會去關心 那我想問的只是 那為什麼台灣的政治人物 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是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好 我們這 第二輪 都是二十歲以下的問題 我們直接 來 我覺得 台灣 這個 最後一個問題比較回答 台灣真 比較好回答 台灣真正能說什麼問題 我們推測 最簡單就是 如果沒有選票 沒有人可以 就是 我們剛剛這樣想不想被關 或者是我們 再有一種立場就是 我們希望年輕人 青少年生被關注 所以我們要讓青少年有選票 可是 沒辦法 因為我們無法 即刻地去改變他們的 態度 或是想法 所以 分敬何疑是這樣的概念的 我們做這件事情 和青年在野真正的人 用更多的年輕人去翻轉 跟他真正的生態 或是不管是運動 或是公民組合 把更多的公民的聲音 帶進那個選舉真正的人物裡面 就是 每個力量都會有人做 然後也有人 也有人衝撞體制 也有人作家體制那個 那我們選擇是這樣的方式 我們不太可能 所有的人 什麼都包什麼都做 所以 我們在目前的這樣的環境下 找到一個 可能比較好的解方 而且 它相對比較容易說服 然後 不是一個太天馬行空的物後板 然後會覺得 那很重要 跟很遙遠的實力 然後再說 就是 所以我們比較答的是 目前是這樣的立場 這樣 然後 為什麼是18 其實我們 同步的也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不只是 同票 不只是修憲同票 這件事情 我們同步也在做 人民團體法的修法 然後跟 集會遊行法 還有 就是我們認為 組成任務團體的年齡應該要拿掉 或者甚至是至少要下學到18 就是 可為什麼選民18這個數字 是因為 真的是因為 那個刑法的 年齡在18歲 18歲裡 其實所有的刑事的責任 開始 所以 我們甚至 接下來再推動那個 民法是 年齡應該下學到18 如果民法的說法過了 其他的應該都很快都過 可是民法的門牌其實很高 然後 在目前現有的 很多的 弱勢的青少年 其實他們在面臨這個20歲的門牌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障礙 跟很多很多的限制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啟動更多的學者 跟 青少人工作者 還有年輕人開始來談 民法成年這件事情 所以呢 所以 為什麼說 就是 所以他卡到18歲這個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有一個18歲 所以我們希望他拉下來 就跟 呃 去年的那個 國民法審查的時候 他們認為說 男女的結婚年齡是不平等的 他們認為為什麼 男生是18歲 女生16歲 所以 國民法的建議是應該都一樣 拉高到18歲 可是有人就會說 那種不下修到16歲 所以 一樣的意見就是 為什麼 那為什麼不把那個 刑法的年齡 往上提到20歲 而是要把 投票年齡往下修 這是一個 我還有另外一種觀點 就是為什麼他們會 他們會持續往下修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 牽涉你們的犯罪 程度 跟年齡 越來越下降 而且犯罪率也越來越高 所以 他們認為16歲 你就會跟他付完全的行事責任 可是他們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會統直想到 全力掩蓋 並下修 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是16 他當然可以是16 只是我們選擇這條戰線 我們那時候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也有在討論說 那要不要一次 一次講到16 因為其實 也有很多年輕人 覺得應該是16 因為16 你像很高中 而且 就是大概 又有一些基礎的能力了 而且選舉這件事情 它其實不用那麼多的政治哲學 它甚至可以是 啊 我就喜歡 我就喜歡這件事情 我就喜歡你這麼講 所以我同你啊 我覺得這件事情 沒有那麼的嚴重 就是 我可以只是因為我喜歡你的政見 或是我喜歡你這麼做 而去投你 然後可是如果所有人都因為喜歡 那 他至少 就是民主政治就是這樣啊 我們無法 我們無法想像 我們要去選出一個選嫌女人的 優秀的領導者 帶著我們往前走 這不是民主政治的 最合心的事情 如果我們還在期待的是一個 嫌人的君主的話 我們就應該回到 以前的那樣的時代 我們期望老子上 可以給我們一個好的領導者 而不是民主政治 因為民主政治就是 他就是大意義 他就是代替你來行使很多的權利的 在這個過程中不是他說了算 而是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必須不斷的把你的聲音跟意見 拉進去 然後讓你的立委 讓你的行政的首長 去聽你的意見跟想法去做 可是絕對也不是全部丟給民意啦 因為這樣的話就不需要補加機器了 結果補加機器的運作 還是要有下意見跟理念的 所以在很多的政黨政治 它就是理念 就是左派政黨跟右派政黨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國家是 當左派走到一個極次 就開始變成極反到極右派 右派到一個極次再回來 那台灣目前最糟糕的情況就是 我們兩個政黨 基本上都偏右派 基本上沒有一個左派政黨 沒有一個勞工政黨 所以才會有另外 另外很多的政黨 包括國民主任或是綠黨 開始做所謂的人 應該要去進入到 不是小孩就沒事了 你必須監督 或者是跟你的後學 簽家人契約去繼續做 所以我們無法期待一個鮮明的人 那至於家庭會影響的部分 我只想問你一個問題 那你有被家庭影響嗎 沒有 我父親是國民黨黨員 然後我自己本身 有一些政經會開始 有一點偏向的影響 我的真心 可是那會怎麼樣 每個人都會 每個人都會受 某些很多影響 就是第一個 我們社會報告的過程 本來就是所有的東西影響的 那我們要去相信這樣的影響 就是他的聲音跟意見 我們不能說 國民黨出社的人 然後他是國民黨人 那意見就不太好 這是一種立場 就是我覺得 被影響要怎麼樣 他的意見就是意見 可是你必須要思考清楚 你的投票是怎麼一回事 你必須為你的投票負責 然後另外一種很有趣的就是 也會有另外一群人都會說 這樣鄰屏人很容易受家的影響 家人家投什麼就投什麼 那我問他說那你會嗎 他說我不會 可是別人都會 那就跟我剛剛說的鄰屏 其實是很類似的 我曾經辦 那就是我們在辦工作坊的時候 那年你才有國中高中大學 大學生就會寫說 這個課程 我覺得我可以吸收 大家高雄生懂嗎 高雄生覺得 我這個課程可以吸收 國雄生已經不懂 就是 我覺得民主真的就是這樣 就是人人等級 人人等票 那你要不要去尊重他的想法 跟他的整個被影響的過程 那教育這件事情很重要 是需要做的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做這件事情 我們也不斷在做過我們教育的部分 這部分是必須不斷地去動動的 那就跟在馬路上的危險 你拉大一卷帽 而不是這樣你不要上馬路 就是如果你覺得性行為會 就是會懷孕不太好 那你該叫的是戴毛血套 而不是說禁慾 對 如果這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但是我們的教育 不是那麼一回事 所以需要改的事 就是這兩個部分 必須同時前進 那60歲以上的人 或是年紀大的人 我覺得很難改 很難鬆動 但是重要的是 我們年輕一輩必須開始鬆動 因為如果不鬆動的話 20年後 我們會扶持一樣的世界 如果你不需要20年後 你還在這邊 就是幹梯幹誰 幹老公 幹進步的話 你就必須要 開始各位去改變跟做事 OK 這樣應該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 對 好 謝謝 現在第三輪 沒有第三輪 結束時間上 當然 沒有第三輪 可是我們等一下 如果大家會後 如果還有一些問題 想要跟講者做一些回應 或溝通 還是歡迎大家 給他會後留下來 然後他的連署書 就是如果想要持續的話 可以請大家連署 對 但是真的還沒結束 我要再宣布一點事情 其實 其實我們今天談論到這個十八禁 然後公民權 其實就是講了 十八歲的投票權這件事情 那我們希望來倉議說 我們投票權 應該要下修的這件事情 很重要 那 當然因為其實正者有提到一個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那個 下修公投法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關鍵 那 所以我要預告一下 下個禮拜五 那個 我們台中摺五 跟那個 老國前進 在合作在 市民網場 有那個 就是 下修公投法的活動 那 歡迎大家 可以 但是我們摺五這裡還是有 那 但是呢 如果有人對於下修公投法這件事情 歡迎可以到這個 視頻網場 來參與 這場 關於下修公投法的活動 這下禮拜五 那下禮拜五之前呢 因為我們今天談的是青年的議題 那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們其實談到很多 就是有關 世代正義 世代正義很簡單 回饋到各位的身上 不管你現在在念書 在工作 我想 大部分現場 都是 就是 都還蠻年輕的 那我覺得說 世代正義這些問題 其實很簡單 就反映在就是說 低信心 高法價 你工作以後買不起的方式 或者你工作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22K 甚至22K很大 那我覺得在這些 世代正義 尤其最直接反映在經濟上的問題 那我們下禮拜 下禮拜三 折舞 為什麼折舞 在半個禮拜三 這叫哲學費星期五 我們下禮拜三 同樣的 我們下禮拜三的下午 下午三點 三點到五點 在那個後面後火車站 有一個叫 新時代威秀里程 我們有一個特應會 我們播一部電影叫做 行動代號孫中山 好 那幾年 這是我們折舞 那個 就是所有 因為你們第一個知道的 所以 我們會公佈那個報名的網址 到我們折舞的粉絲頁 所以還沒去折舞台中按讚的 趕快去按讚 折舞台中的粉絲頁 到時候我們會公佈一個報名網址 你去按 報名以後 你下禮拜三 下午三點 直接到那個影城 然後報名成功 然後就跟我們領票 然後進去看電影 這樣 這麼簡單的事情 大家都會了 但是看電影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叫哲學飛星球 看完電影以後 晚上七點 晚上七點 我們在中區賽生基地 就要來談說 你看完這部電影 因為這部電影 其實談到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世代正義 青年貧窮化的問題 為什麼 你會繳不起班 繳不起第二理型的費用 然後要去幹一尊銅像 這樣子 這樣子 類似啦 我們不是要討論 我們要討論青年貧窮化 所以 下禮拜三 看完電影以後 我歡迎你 不是歡迎你 你一定要來 就是看完電影 一定要回來 在中區賽生基地 七點到九點 然後你起來 我們會邀請 那個知名的影評人 然後來跟我們一起做討論 這樣子 誰 誰 不重要 賣個關子 你下禮拜就知道了 我如果現在就跟你講 然後你覺得 那又沒有知名 我想要不要 不要 你就是報了 報了你下禮拜 你有長眼下嗎 搞不懂 金城武要怎麼辦 好啦 好啦 台中金城武 是誰 我也不知道 所以說 我們下禮拜活動很風 我們放暑假 活動非常豐富 整個主下都是整個進去 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的概念 然後下禮拜的折舞一樣 除了那個市民廣場 我們晚上好辦這個地方 我們還是有折舞 我們會來討 有人很喜歡動物 很喜歡看白海豚嗎 我們下禮拜 我們生態專家 來跟大家介紹 有關於白海豚的這個生態 所以一樣精彩 所以大家挑自己喜歡的菜來吃 你喜歡A餐還是B餐還是C餐 這樣 可是看電影跟哲學背心 一定要同時吃 我沒有辦法讓你只選其中一種 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下禮拜的活動的介紹 那我們今天的折舞 我就先進行到這裡 9點20而已 先進行到這邊 那你如果後續有什麼問題 那歡迎跟我們今天講的政策 你可以跟他做一些回饋或分享 好 謝謝大家 好 最後呢 這個齁 一樣齁 要走之前你覺得口袋很重啊 蓮子也不要丟進去 好 就這樣 有人沒拿到蓮鼠豬的 一樣可以拿 那你牽完蓮鼠 就馬上放到前面這邊 好 謝謝